小丸子 我来给你送东西 哇 谢谢 快进来 好 这些都是我从眉府带过来的 我想着兴许你会喜欢 你真是太有心了 怎么样 这个当郡主的日子可开心 当郡主真的是无聊透了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平时处处需要注意礼仪 吃饭也吃不痛快 其实啊 做郡主没那么难 做郡主呢 只要学会挑剔就可以了 挑剔 就是这个也不行 那个也不行 这个也不喜欢 那个也不喜欢 就这样 就这样 那看来 平时我太随意了 哎 我听小宝说 这个梅三少 可是远近闻名的阎王脸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 他那张冰块来我跟你讲 就是平时看人的眼神 就是死于一眼 就那么瞪着你 你的冷气 嗖嗖地往外冒 就是那酷暑天 看着人都能把人冻成冰块 最可怕是那张嘴 哎呦 处处不饶人 要多难听 有多难听 最可气的是 他老欺负我 总是避着我练词 可怕死了 那 你到底喜欢他什么呀 嗯 我也不知道 就 就开始的时候吧 他确实是这样的 慢慢相处了之后就发现 他明明内心是很温柔的 却还要硬身上地装出一副 冷冰冰的样子 就还挺可爱的 那你们两个 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哪有 别光说我了 说说你们家小宝爷吧 他这个人吧 说话口无遮拦 而且还特别不爱讲卫生 掉在地上的东西 直接捡起来就吃了 是不是 我也这样啊 而且 主要他特别爱吹牛 反正他这个人 几天不教育 他就不知道自己是谁 那你喜欢他什么呀 对啊 我喜欢他什么呀 可能爱情就是不需要理由吧 可能这就是爱情吧 总之 我每一天跟他在一起 就会很开心 可能 这就是爱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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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